哈囉大家好 我是邵雨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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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劉海往前梳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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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捲一下 然後再用另外一隻手 再拉一下 然後就可以往裡面捲 上捲 這樣就好啦 像我的瀏海有比較多的層次 前面比較短 所以我是選擇比較小捲的拔卷 但它也有比較中型的跟大型的 就看你自己的瀏海長度來選擇 每台行都買得到而且非常便宜 一個大概十幾塊二十幾塊而已 像這種魔鬼站的髮捲 還有另外一個用處就是 讓髮尾有一個自然的弧度 如果家裡沒有電棒捲的話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而且出國旅行啊出門的時候 你就不用帶那麼多很重的道具 那這個像我的頭髮比較長 所以我就選擇最大捲的 可以去挑那種裡面有像這樣 銀銀有鐵片的 在我們拆下來之前用水風機 可以稍微炊一下讓它加熱一下 更容易定型 然後給它大概三十秒 量一下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拆掉 這樣子呢頭髮就會有一個自然的弧度 因為我是中分我就把它剝開 來 今天的髮型稍微順一下 其實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這就是我今天 教大家用這種魔鬼沾髮捲 來整理瀏海跟髮尾的小方法 哈囉大家好 我是Queen魏如芸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 進行一個非常酷的特輯 是什麼特輯呢 就是狗啃的瀏海特輯 首先呢我們先在這個 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就先用手指頭輕輕的給它 把它梳開有點鬆這樣子撥開 大概就這樣 然後如果你想要有一點造型的話 造型來了 時間到 我會先用那個蓬蓬水 蓬蓬水超級重要 我剛剛差點講超級嚴重 超級嚴重的存在 蓬蓬水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會先 我會先在這個髮尾啊 的部分 接近頭皮的地方 然後噴一點蓬蓬水 然後呢此刻還有另外一個道具 但是這個道具沒有出現 就是吹風機 吹 讓它再更鬆一點 然後把它鬆開這個線條 才會自然好看 好 這時候我就會拿出一個法寶 就叫做法辣 你只要用一點點就可以了 這樣勾起來 勾起來的程度大概是 一顆紅豆般的大小 有時候 有時候 我會選擇 接個大賽 Good 好 然後呢一顆紅豆的大小 然後我就在這邊塗 把它揉開 大概用你手掌心的溫度 去讓它稍微有一點溶解 然後讓它變得比較自然 比較鬆開 如果你直接這樣抓 很多人都是直接這樣抓一下 然後就黏在頭上 那你就會看到你大概出門 開始搭上車之後 你的頭髮就塌了 為什麼呢 很重 太厚了 會結塊 它會一塊一塊這樣子 很像頭皮屑 這樣外面的人都會以為 你是不是一個月沒有洗頭 所以我們不要當那種 感覺你生活習慣好像不是很好 好 題外話 然後這樣子 抓 抓鬆在這些有層次的地方 有層次的地方 然後稍微 我都會有一點這樣把它推上去 推上去 就是讓它再有一個更自然的蓬鬆度 然後 有時候我會就是 就是在指縫前 就是指頭這個地方 然後再稍微留最後的一點點 然後這樣往上推 往上推 就推它 然後讓它可以再把根的地方 再更站起來一點 謝謝各位 不知道這樣子 您有清楚嗎 有嗎 如果您沒有清楚的話 那就也不能怎麼樣 如何利用一個沒有層次的頭髮 然後做出有有海的丸子頭 那我們首先呢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尤其像這樣子沒有層次的頭髮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蓬鬆的噴霧 那這樣的蓬鬆噴霧呢 可以幫助你 可以現在做丸子頭的時候 它會有製造出一個摩擦感 那你在盤的時候呢 會更加的好上手 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將整個我們的馬尾啊 綁在下巴沿著下巴 延伸上來的一個角度 然後我們綁好馬尾之後呢 我們稍微預留一束髮術 然後剩下來的頭髮呢 我們將它往前折 折到我們要的位置 就是一個瀏海的長度 然後長度OK了之後呢 我們使用一條橡皮筋 去將我們上面的一個丸子 去把它綁起來 再靠近我們馬尾的地方 稍微去把它用毛夾去固定它 不要讓它一直亂跑 那我們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稍微 稍微拉出一點層次之後 我們剛剛不是有預留一束尾巴嗎 我們就稍微把它這樣子纏繞 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稍微 將我們的丸子頭的板子啊 稍微去把它用毛夾去固定住 讓你的丸子看起來更可愛 我們要稍微抓一下四個角 然後去做一點固定 那最後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動作 就是我們可以用丸子夾呢 稍微將我們比較直順的頭髮呢 稍微夾一點弧度 這樣呢可以讓你的瀏海啊 更加的浮貼你的額頭 然後看起來更自然 我們可以稍微再用一點定型液 稍微噴一下 讓瀏海的那個感覺呢 更加的有層次 更加的真實 再來呢還有一個小撇步 就是在我們的併腳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稍微把一點頭髮呢 拉出來 噴一點丁型液 稍微拉一下 這樣子啊 會讓你的髮型更加的自然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丸子頭就完成囉 有沒有發現 從剛剛本來沒有層次 沒有瀏海的一個髮型 我們把它變成有瀏海 稍微在家裡練習一下 你們一定也可以做到喔 好